我们大家都看过西游记 唐僧带着孙悟空猪八戒的弟子 去西天启军 西游记只是玄幻小说 但是当年真正的唐僧帐 去运渡起军 其实是一个人去的 到了高昌国以后 就是现在的新疆 在高昌国讲经说法 高昌国的国王对他 升起了强烈的信心 然后派了一队人马 还资助了他很多财物 帮助他翻过雪山 冲林才到达了印度 玄奘大师当时在印度待了十几年 取回来的真金有很多 他回来以后 唐太宗亲自给他布置道场 翻译经典 太宗皇帝把前国的高僧大德 都请过来 让雪山大师主持 翻译经典 其中有一部经典 非常有名 叫做于谦斯蒂论 据说这本论典是弥勒菩萨讲述的 吴卓菩萨记录下来的 那于谦斯蒂论翻译完了以后 唐太宗非常赞叹这部经典 还亲自给这本论写序了 贤藏大师回到中国以后 唐太宗请求大师写了一本书 把西游的过程写下来 主要是为了打通丝绸之路 更好地统治那块地方 贤藏大师把自己的日记 游历的经历整理成一本书 取名叫西游记 那都是真实的事情 后来小说家根据这本西游记写的西游记 自从玄奘大师回到大唐以后 太宗皇帝就开始非常重视佛教 非常支持玄奘大师 不过那个时候 太宗皇帝已经晚年了 他也很遗憾地说 我对佛教了解得太晚了 他们俩的缘分也是很深的 太宗好像有预感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 就把玄奘大师招到身边陪着他 太宗在临终的时候 是握着大师的手去使的 玄奘大师 创立了一个宗派 叫法相忠 也叫为时忠 大师翻译的《于却斯蒂顿》 就是为时忠的主要经典之一 刚才看的视频 物体的颜色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为时忠的思想 为时忠的核心思想 就是万法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玄奘大师千辛万苦经历了好多次生命的危险 你们有机会可以看一下中央电视台拍的纪录片 玄奘大师当年去印度取经的过程 那个是根据他自己写的这本书拍的 大师到印度取经 总共加起来 前后是19年 在印度有十几年 当时他成为印度纳兰陀氏的最有名的学者 国王也都挽留他 希望他不要回中国 但是他还是坚持要回中国 又马驼了好多经典回来 前世梵文的 回到中国开始翻译 他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 日夜不停地翻译 最后应该是累死的 当时是唐高宗在世 举国哀痛 当时的国都在西安 整个长安街全部空巷 所有的人都出来给他送账 在他的灵塔中 放的不光有他的舍利 还有他当年带回来 没有翻译的经典 全是梵文的 放在塔里面去了 后来都没有了 丢死掉了 因为没有人翻译得了 只有他能翻译 他翻译的也只大概 还不到百分之二十 都没有这些人 没有人翻译得了 在这里 留着这些人 是什么 人贵的也只可以